敬礼 坐下 精神很好 聽大聲我剩一個 來 我問你們一個問題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所擁有的 對不對 聽不清楚再講一遍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所擁有的 對不對 對的請舉手 錯的請舉手 這句話是錯的 沒有舉手有什麼意思 好 這句話我講完 下面的一句請聽清楚 台灣是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所擁有的 台灣是住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的人所擁有的 對的請舉手 沒有關係啊 對錯 你答對我也不會給獎品 答錯也沒有關係 認為答錯的是 錯的是舉手 剛剛那句話錯的請舉手 很奇怪 同樣兩個問題你們答不出來 這就是台灣現在目前所有的人 包括學生 頭腦的問題 國賓飯店是住在國賓飯店的人所擁有的 當然是錯啊 你們都很清楚這就是錯的 可是有人跟你講說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或者台灣是台灣人住在 住在台灣這塊地上面的人的 所擁有的 當然是錯 為什麼錯 前面的那一句話錯的地方在哪裡 你住在國賓飯店這一塊 那這個國賓飯店就是你的 哪有那麼好看 當然錯嘛 所有權狀在哪裡 給我看一看嘛 第二句話裡面 台灣是住在台灣這一塊土地上面的人所擁有的 當然也是錯嘛 為什麼 所有權狀要拿出來 所以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錯 這是政治上的口號 但是我認為說 我們很多的學生 從小學開始 就被灌輸這樣子模糊不清 不對的價值觀 所以是台灣人 有很多 一定要出國留學以後 才能夠慢慢矯正過來 再問你一個問題 這是普通常識 如果爸爸是美國人 媽媽是美國人 他的孩子應該是什麼人 是什麼人 爸爸是美國人 媽媽是美國人 他的孩子應該是什麼人 美國人嘛 這很簡單 這很簡單耶 美國人跟美國人生的孩子 絕對是美國人 你不要把他想的太複雜啦 再問你一個問題 日本人 父親是日本人 母親是日本人 所生的孩子是哪裡人 日本人嘛 很簡單嘛 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一個都沒有辦法給我回答 英國人 母親是英國人 所生的孩子是哪裡人 人公要舉一反三 我那舉三 你一個都沒有辦法給我回答 是哪裡人 英國人 對啊 很簡單嘛 我問的問題都很簡單嘛 現在一個問題 你的阿公阿嬤 還是你的爸爸 你的爸爸媽媽 你就知道了 你的阿公阿嬤 日本時代 是不是住在台灣這個土地上面 是不是 是不是 主父母是不是 在日據時代 住在這一塊土地上面的人 對不對 這個有沒有問題 他們什麼人你知道嗎 你的阿公阿嬤什麼人 阿公阿嬤應該是什麼人 日本人啊 你們忘掉啦 你們念的歷史裡面有講 1895年4月17號 馬關 馬關條約簽了啊 大清的皇帝 把台灣跟澎湖割讓給日本的皇帝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學過這一條 有沒有 有啊 所以那個時候 你的阿公跟阿嬤是日本人 所以 你的媽媽 和你的爸爸 也應該是什麼人 日本人對不對 很對嘛 啊日本人的爸爸 和日本人的媽媽生的孩子 是哪裡人 哪裡人 日本人啊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啊 但是你們喔 你們兩個都被打開了 因為你們小時候唸過一句話 我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有沒有 你們有打過這幾個嗎 你們沒打過 你們沒打過說 我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這幾個你們沒打過 好幸福喔你們 你們在我們以前是唸的說 我是台灣人你是中國人 我們人家說 如果去外國人 把我笑到要哭呢 你說 Raja 我英文名字叫Raja Raja你頭腦是不是壞掉 我問為什麼 你是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哪有各種中國人 台灣跟中國是不一樣的人啊 所以我們的父母親 如果是日本人 我們生下我們 我們也是什麼人 日本人啊 啊為什麼我們會被交成 是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人 因為中華民國簡稱為中國 對不對 這樣對不對 我感覺你們在上課 我們頭腦都飛去 這麼簡單呢 你都回答不出來 中華民國什麼就是中國 中國嘛 簡稱嘛對不對 對不對 對嘛 比較大大耶 對 中華民國簡稱就是中國 所以你不可以說 我是台灣人又是中國人 那不對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中國人就是中國人 好來 你也感覺你從小時候到今天 你長這麼大 很多的事情 都糊裡糊塗 都不對 大清的皇帝 馬關條約 大清的皇帝 把台灣跟澎湖 割讓給日本的皇帝 這是條約上面寫的喔 條約你們知道什麼叫條約嗎 就像結婚證書一樣 為什麼要結婚證書 一個男的跟女的在一起 要結婚 要變成夫婦 一定要添一個結婚證書 對不對 這個也沒有問題 這個你們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假設 要離婚的時候要怎樣 要怎樣 離婚一定要有一個 去附贈事務所辦一個離婚手續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但是喔 你會記得蔣介石喔 我們大家以前 孩子大家提供 蔣介石 廢除不平等條約 你們有讀書這句話嗎 1941年 1941年12月9號 蔣介石向日本宣戰 同時廢除不平等條約 有沒有 你們有讀書這句話嗎 都沒有嗎 應該有這麼對呢 你知道嗎 蔣介石很偉大呢 其實很偉大對不對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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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人說話 對不對 蔣介石很偉大對不對 根本錯 他如果廢除不平等條約 他就 可以去廢除那個什麼 結婚證書 條約是在國際上 兩個國家所簽的去約定呢 開始說我要放棄就放棄 我給他做費就做費 以前我覺得說他很了不起 結果他了不起嗎 那完全去跟我們騙 還給他漏氣 我講這句話還給他漏氣 1941年 12月9號 他說他宣佈 對日本開戰 我去那個省政府 在台中有一個省政府的紀念館 我去看 夭壽喔 那一張那個 那個醫警 1941年12月 12月9號 向日本宣戰的那個公告 蔣介石的嬰兒也在那裡 你知道什麼人宣戰嗎 是誰宣戰 蔣介石那個時候只是什麼 行政院長而已 行政院長可以宣戰嗎 當然不可以啊 宣戰的是誰 當時的國民政府的主席 叫做林申啊 我們還給他騙起來 所以小時候 他幫我們教的 沒有一項是對的 什麼 你看那個 客旁說 魚在溺水而有 得到啟示 那看就跪了 那個 魚可以溺水而有的 好像有一種魚而已 叫什麼魚你知道嗎 鮭魚啦 四川省沒有鮭魚 浙江也沒有鮭魚 它都創造神話 要更有 ב�llo ze 你以前 每個 現在 你的 的讀數有到 很多 你都搞不清楚 你真的搞不清楚 你問 你們問你的爸爸媽媽 還是你的大叔阿嬤 自聚時代是誰 轟炸台灣 誰 誰 給我們轟炸 誰 轟炸 誰 你知道不 谁 谁轰炸台湾 日本对不对 对不对 日本吗 日本轰炸台湾对不对 当然不对嘛 你们算真聰明 你们没给我回答算你聰明 我有一次 我跟12个博士生座谈 我问他们 二次世界大战啊 台湾也没有参加 他们怎么讲 没有 很大声耶 没有参加 你知道谁轰炸台湾 七个人举手说 日本轰炸台湾 日本轰炸台湾对不对 当然不对嘛 谁轰炸台湾 什么人打台湾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谁轰炸台湾你都不知道对不对 我跟你说 美国轰炸台湾啦 你不像是你回去 你问你爸爸妈妈 或者问你阿公阿嬷 日本时代 什么人给我们轰炸 美国用V-29 大型的轰炸机 轰炸台湾 世界轰炸呢 从1944年开始 他说走不停的啦 每天走空心啦 每天走空心啦 美国打台湾啦 这战争的时候嘛 对不对 所以在那个时候 美国人是台湾人的什么人 敌人嘛 对不对 没有错 他轰炸我们当然是我们的敌人嘛 这个有没有错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OK 中华民国跟美国那个时候是什么国 同盟国 对不对 是不是 是不是同盟国 对啦 同盟国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 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所以 你们念过数学 所以 中华民国跟台湾人 是什么关系 美国是我们台湾人的敌人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的朋友 美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所以 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没有错嘛 这个没有错 没有错嘛 请问 在座每一个人今天拿的都是 中华民国身份证 你们所用的钞票上面写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今天我们拿他的幕后 第一投资顿 说我中华民国的人 你们投资有败去吗 包括我 你们台湾人的投资有败去吗 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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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头脑有没有 毫掉 坦白讲 全世界都在笑我们台湾人 全世界哦 我去欧洲 我去东南亚 哪个人都会告诉我 哎 你们台湾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当时 中华民国不是你们台湾人的敌人吗 你们今天为什么变成说你们是中国人 坦白讲 这个要怪 要怪谁 要怪1945年日本投降那个时候 刚才我们的蔡总理有讲过 台湾人一边啊 心情是害怕 害怕什么 糟糕啦 建树啦 8月15号投降 美国如果现在会台呢 因为广告都跟我们说 美国如果一进来 对台湾人会杀 女孩子会被强奸啦 财务通通会被拿走啦 大家怕 香港中国人跟你说你们不要害怕 你们不用害怕 现在祖国回来救你们了 你们都是祖国 都是同胞 然后 台湾人当场受骗 去欢迎 有一张照片 那个时候台湾人 根本也不晓得什么叫做中华民国 有一张照片 那个中华民国的国旗 掘电头边 上评啊 有一张国旗 当然不是这个地方啦 那马路上 有掘一张国旗 当时的中华民国 因为迈克阿萨在1945年9月2号 一般命令第一号 派蒋介石来台湾接受日本的投降 但是蒋介石那时候派的蒋介石 接受日本投降 这个蒋介石是代表谁 不是像 日本不是向中华民国投降 No 他是向谁投降 像刚才蔡宗友讲的四个国家投降 这个哪四个国家 美国 中国 苏联跟英国 可是那时候为什么没有法国 法国也是同盟国之一嘛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法国 你怎么知道 我跟您说 因为法国在那个时候 已经流亡 流亡在英国 所以那时候法国 他们的国家的名字叫什么 French London 这就是说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 因为东西 Korea就是韩国 韩国他也是在上海流亡 所以他叫做Korea 相害 就是韩国流亡政府在上海 这个相爱跟那个London 都是都市的名字 我讲到这里 你有想到一个问题没有 好像这个名字你好像看过 有一个名字叫做Chinese Taipei 有没有 Chinese Taipei 我们参加奥运 台湾都参加奥运 中华民国参加奥运 参加什么东西 都是用Chinese Taipei Chinese Taipei什么意思 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中华台北 中国台北 一 中华台北 二 中国台北 三 以上皆非 中国台北的请举手 中华台北的请举手 以上皆非的请举手 挺比赛的 挺比赛的 以上皆非 啊 是什么 蛤 哦 你很聪明 你有你有听过我的课吗 Chinese Taipei 就是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 啦 你不要听 你不要听过 这个才是真正的英文的名称啦 现在设大学也好 设高中也好 设博士也好 都搞不清楚啦 这是教育 所以我们很担心教育 Chinese Taipei的意思是说 中国还是中华流亡政府在台北 你想想全世界那里不要用说Chinese Taipei 为什么不用台湾 因为一定要用台北 因为流亡政府只有能够在一个城市 就是台北啦 啊 是什么这样讲 这样讲的话 昊主持有很多 流亡在这里的 退伍金人 他们所担的地方叫做 不早跟他们说他们叫做眷区 眷村 你们听过吗 你们有没有听过眷村 其实是什么 是不是叫眷村 No 叫什么 叫什么 难民营 为什么 中国流亡政府在台北流亡 那些人叫做什么 流亡人士 流亡人数所住的地方叫什么 就是 就是什么 他说眷区 应该叫什么 难民营 你有感觉说 厉害 怎么在这里说的 没有一项事情跟我所谈的都不一样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还有呢 1945年10月25号 中华民国宣布 那一天是台湾光复节 对不对 是不是光复节 因为 你说台湾打赢了 我请问各位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是打赢还是打输 打赢还是打输 打赢还是打输 打赢的请举手 现在应该没了 说这么多了 应该听有了 打输的嘛 输的话怎么会有光复节呢 输哪有光复 输的话就是没有光复嘛 那天叫什么日子 那一天叫什么日子 10月20号叫什么 要听清楚哦 那一天叫做军事政府占领日 什么中战啊 那都不对啦 在军事 在那个战争法里面 那一天叫做军事占领日啊 谁来占领谁 理论上应该是美国 来占领台湾啦 但是美国委托 在一般命令第一号里面 委托中华民国 代替美国来占领台湾 一直到今天为止 美国政府没有宣布 结束占领 美国的参议院 也没有宣布 结束占领 所以到今天为止 台湾仍然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的土地 你们有没有很震惊 今天我们这个土地要去美国人 宣布了呢 啊你如果较聰的你会给我问呢 我怎么都没看到美国啊 宣布了 占领啊 怎么都没看到美国啊 你有看到美国啊吗 都没嘛 啊为什么没有看到 我再给你问你一个事情 你们现在在设台下的孙子 我不知道你是 骑自己的房子 还是去外面去睡房子 你在外面租房子的请举手 在外面租房子的 三个而已啊 这么好名啊 只有三位是租房子啊 啊住在自己家里的请举手 住在自己家里的请举手 不然你其他人是什么 躲在楼边啊 啊宿舍 宿舍不是租来的吗 宿舍不是租来的吗 宿舍也算了 宿舍也是像人家租的 反正你每一个要付房租的请举手 付房租的请举手 OK 手放下来 我再问你一件事 请问你有每天看到你的房东的请举手 每天看到你的房东的 没有嘛对不对 有啊没有 美国一样的道理耶 美国军事政府占领 不一并说每天要让你看耶 要让你看着说我穿的美军制服啊 站在这里让你看我占领 其实占领法里面有规定 占领者只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能够出现在被占领地的地方 那一种就叫做占领 你想想看 今天如果台湾需要美军的时候 美军就会来 例如19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国派了两艘航空母舰 独立号跟一个叫什么号 独立号还有一个叫什么号 好像不是李米兹 两艘航空母舰过来 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 有没有去邀请他来 没有 有谁去邀请 没有 他为什么自己来 这很简单的嘛 今天台湾还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 所以他才来 这样他出现 所以美国的国王不由讲 如果中国敢打台湾 美国绝对不会缺席 这意思是什么 我向你中国挑战 如果你中国胆敢打台湾 我美国不会缺席 这句话就是 今天台湾这块土地 还在我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下 那么在法律上 有没有这一条 有1853年 1853年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判例 就是Cross对Harrison的判例 那个判例里面怎么讲 他说和平条约生效 不表示军事政府结束占领 军事政府要结束占领 一定要参议院通过相关法律 或者总统要宣告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判例 在国际上在战争法上非常重要 而且是关键的一个判例 他这个地方 什么叫做战争法 战争法很少人去研究 但是战争法是很难 而且非常专门 所谓的战争法包括什么 四个东西主要 第一个海牙第四公约 当然你们学生来讲这有一点多余 因为太难了 海牙地生公约你知道就可以 第二个日内瓦和平公约 第三个红十字会总会的章程 有关战争的部分 第四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 有一百多个 第五个美国陆军总署的野战手册 三千多条 这一些构成战争法 今天台湾的土地的问题在哪里 因为台湾有经过二次世界大战 所以台湾的土地 一定要用战争法来解决 道理很简单 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中华民国他怎么样教我们的学生 他说第一个 开楼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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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楼宣言怎么讲 1943年12月 三国家 签了开楼宣言 开楼宣言里面怎么讲 主要的条文是怎么讲 他说 日本窃占台湾的土地 如果打仗打赢的话 日本窃占中国的那一个土地 把东北包括台湾满洲啊 都要还给日本 还还给中华民国 你想想看哦 注意哦 再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哦 有一个问题我问你 如果今天啊 我跟我们蔡总理两个 很好 我们两个非常好 那我跟他讲 哎 蔡总理 我等一下去买一张彩卷 如果中奖了 我愿意跟你哦 公分对分 这是一个情形 第二个情形 我从我的口袋里面 掏出来一张彩卷 我跟蔡总理说 哎 蔡总理 我这里有一张彩卷 如果中奖了 我跟你对分 再讲一遍 第一个 我跟蔡总理说 我等一下呢 我下楼我去买一张彩卷 如果中奖 我跟你对分 跟第二种情形 我口袋一帮 一张彩卷拿出来 我问他说 我这个彩卷 如果中奖了 我跟你对分 结果 真的中奖了 在这两种情况之下 我一定要 把一半的赏金交给蔡总理的 哪种情况要交给他 有一种情况 我可以不用交给他 是第一种情况呢 还是第二种情况 第一种的请举手 第二种的请举手 就是说哪一种情况 我一定要交给他 第一种情形我要交给他 第二种是 是第一种要交给他 还是第二种 还是三就是说 我通通不用交 赖皮 第一种的要不要交 第一种的我要不要 你都不要举手 你也举手看看 第一种 我觉得我会给他 本一钱 请你举手第一种 好 第二种的请举手 你不举手的什么意思 我都看都没有 就赖皮 我不要举手 我跟你说 开螺旋言 跟第一种一样 这张彩卷就不是我的 这是一般人的 我中国 英国跟这个美国 我们在讲 哦 咱打贏的时候 那个日本人的 秋冬的台湾 我来交给你 那个在讲空话 那个就是claim 主张 主张 不一定要被实现 有人说 我们两个在说 拿白人的房子 这句话 台义有句话 拿白人的军头部 去经历塞 第一种情况 我就要去买的 所以第一种情况 如果真的丢到 我可以赖皮 那个没有用 无效 因为我手中没有 我手上没有 第二种情况 是因为我口袋里面 掏出来的 这是已经是我的所有权 台湾是我在口袋里面 掏出来 是我的 我台湾是我的 所以我如果没有 有丢丢 我自己对奔 那个是第二种 所以这个第二种 要去旅行 开罗宣言 就是第一种 没有建经 没有建后 说我要跟你说 如果建阳 我台湾跟你奔 那跟什么犯的情形 同样 你知道吗 你听得懂 我这种意思吗 这种情形 在法律上来讲 就是说 本来我们三个人 中国 美国 英国 都没有拥有的东西 然后我们在那空谈 如果我打赢了 我把别人的 把日本的 那个台湾 来交给你中国 所以那个开罗宣言 有效吗 无效 当然有效 也无效了 这个无效的部分在哪里 你知道为什么美国后来 他不愿意去遵照 开罗宣言 说把台湾交给中华民国 原因在1950年的6月25号 1950年的6月25号 发生什么事 韩战 韩战一爆发 美国的杜努们 马上讲 你中国已经违反 开罗宣言 因为开罗宣言的前提就是说 如果打赢战争 你中国对其他的土地没有野心的话 他们愿意把这块土地在旧间和平条约的时候 把它交给你中国 但是因为韩战的爆发 美国认为说 我不用遵守 不用遵守开罗宣言 同时还有一件事 在1950年的12月 杜努 这个写那个旧间和平条约的那一个人 叫做杜勒斯 杜勒斯去日本 跟日本的首相吉田茂开会 他得到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 他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日本的首相跟他讲 台湾那一块土地 已经是我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 这个你们不一定听得懂 可是我很简单的 把在战争法上面 一个简单的规定告诉你 殖民地 以前你知道 二四世界大战的一景 有很多殖民地 一百多个 后来去独立的那些殖民地 殖民地在那个时候 是可以被割让 例如1898年 美西战争的时候 西班牙打败了 西班牙把四个地方割让给美国 什么地方割让 波多尼克 关岛 古巴跟福利宾 割让给美国 那为什么他可以割让给美国 因为他们是殖民地 colony 殖民地可以被割让 可是神圣的土地是不能被割让 为什么 在18 不是18 在1895年的时候 马关条约的时候 有一度 清掉 要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 那时候有三个国家出来反对 俄国 意大利跟德国出来反对 为什么 因为根据万国公法万国公法 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分割 你不能将辽东半岛挂日本 日本 所以这个时候啊 日本只好再签一个合约 把辽东半岛还给清朝 清朝又给 赔了他三千万了 至于台湾呢 因为台湾只是清朝的拓殖地 拓殖地的地位跟殖民地是不一样哦 拓殖地的意思是说 这台湾只有一半 你看到没有 清朝的时候啊 只有一半 西半部 清朝只有能够控制这个上面的六个臀墾区而已 东半部的原住民啊 原住民啊 没有给他哦 不是清朝的哦 是中国人很不均衡的呢 他不要脸耶 他竟然把不是他手上的东西啊 割给日本啊 难怪日本在1895年的6月2号 进来台湾的时候 原住民反抗 原住民的反抗是有道理哦 原住民的反抗是什么 他说哎 我不是你清朝管的呢 你怎么可以把我这块土地啊 割给日本 各位我跟您说一个消息 你们知道吗 台湾的原住民啊 原住民啊 本来有多少人 120万 你知道现在多少人 46万 台湾那一块土地啊 在那个时候啊 二次世界结束的时候 台湾有多少人 600万人 600万人 后来加上了100多万的流亡的 逃难的人 现在有2300万 原住民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剩下46万 你可以看原住民 实在是有多 有多可怜 46万 为什么 为什么 第一个 当然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啊 日本在1905年 他在1895年的时候把得到台湾 那个因为原住民一直在反抗 所以他在1905年的时候啊 召开了一个会议啊 就是原住民的国际地位的会议 那原住民的国际会议里面啊 他特别去请了美国 住在澳门的领事啊 叫做李先德 到台湾来开会 为什么请美国人 因为美国有跟印第安人啊 斗争的经验 他们决定什么 开会做什么 到底原住民啊 原住民呢 在国际上也没有地位 后来呢 他们宣告说原住民没有地位 因为原住民你看今天啊 14个高山族 啊平埔族另外有个十个十个社 只有一个部落而已 不能叫做国家啦 所以变成没有地位 啊没有地位 以后日本人派军队跟警察 从北部开始扫荡 所以台湾这一整块土地的主权 Sovity 它的主权的建构啊 是由谁来完成 是由日本完成 四百年来台湾从来没有建构过任何的国家 除了今天 在这的各位 你们真的很幸运 你们在历史上会有名字 今天美国人在帮忙我们 帮忙我们做什么 建构台湾这个国家 台湾人从来没有建构过自己的国家 你知道台湾人在美国的法律上面是怎么样区分的 旧金安和平条约上海公报里面所讲的台湾人是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台湾关系法1979年所讲的台湾人又是什么 the people of 台湾 各位 这是不一样的呢 我们念书啊坦白讲就是乱念 我也算很厉害的 我真的很会念书 可是我在念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the people of 台湾我的翻译为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也是翻译说台湾人 现在我知道不对了 the people of 台湾应该翻译为什么 本土台湾人 the people of 台湾是什么 生长在台湾的人 例如马英九 马英九他自称台湾人他不是台湾人 所以我们在座所有的人 以后不要再讲说我是台湾人 你若说我是台湾人人搞不清楚了 你要说我是本土台湾人才能够真的显示出 我们台湾人的本来的性 本性啊本质啦 有复杂吗 很复杂啊 但是你如果听完我讲得好 你就觉得不复杂 the people of 台湾跟the people of 台湾 有这么大的差别 难道你美国人不知道吗 美国人知道 所以我在2006年10月24日控告美国 得到的结论三个 第一 本土台湾人没有国籍 哦 这很要紧哦 我们都没有国籍呢 我们都有国籍呢 我问你呢 这个国籍是怎么样产生的 你们知道国籍的产生是什么吗 你们知道了吗 你们知道了吗 我跟你们说因为你不是特化入黑 你不一定 但是特化入黑他也不一定知道 国籍的产生的对应是什么 效忠啊 你效忠哪一个国家你就属于那个国家的国籍 效忠 Eligent 效忠哪一个国家 你就是那一个国家的国民 美国人既然宣布台湾人没有国籍 意思就是说 台湾人没有效忠的对象 同时第二点判决说 台湾人没有国际承认的政府 很严重 你们不要以为中华民国是我们的政府 等一下我来讨论 第三点 台湾人民仍然生活在政治炼狱 这政治炼狱有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在选举 大家现在都在选举 都在无形在选举 我们要参加选举吗 当然不要 我们这种选举是什么意思 选的是什么 是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对不对 你既然如果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你再选中华民国总统 不会笑死人吗 所以马英九他知道吗 他很清楚哦 可是他故意 他讲什么 跟希拉蕊讲话 在那个美国的时候讲一句话 I'm the president from Taiwan 台湾不算贵总统哪有president 台湾没有总统 我们选的是中华民国 我们既然不是中华民国的人 我们再选 选他 所以台湾人是生活在政治炼狱 说什么国家 蒙特维多公约里面说四点 一个国家要有四个要件 这你有讨过 你们一定有念过 一个是什么 人民对不对 你会说 我们是人民啊 是不是人民 我们是人民 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吗 是吗 当然不是啊 我们是台湾的人民吗 也不是呢 为什么 你没有所有权状 我一开始最后跟你说 你没所有困争 是怎么没所有困争 就今我们和平条约 日本没交给你台湾人 日本没有交给你啊 所以我们这些人民 在法律上 没有法定的地位 不是属于中华民国 也不是属于台湾 第二 政府 中华民国在台湾是流亡政府 蔡英文有跟你说 你们都知道这对 什么叫做流亡政府 什么叫流亡政府 在国际法上面的规定就是说 凡是离开自己 雇法定的国土 到别的地方 所成立的政府 叫做什么 流亡政府 中华民国 他的法定的土地在哪里 在中国 南京是他的首都嘛 他跑到台湾来 这个不是他的法定的领土 所以他会被称为流亡政府 所以台湾人没有政府 台湾人 台湾也没有人民 没有政府 第三个 台湾也没有土地 我讲的是法定的土地 像我刚才说的那句话都同样 台湾是住在台湾上面的人的台湾 对不对 不对 因为 因为 你没有所有权状啊 不是说你住在哪一个房子 那个房子就是你的 对不对 听得懂吗 再讲一次 如果你今天住在这一个房子 你现在都在这里啦 你们现在在这里 在水月园 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央会馆 你们都要在这里 你们在这里 所以这一栋房子都是你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如果说对 我讲那个老板游先生会气死 当然不对 不是说我住在这里 这个土地就是我的 No 你要有所有权状 所以 中华民国 不是国家 台湾也不是国家 谁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美国啊 美国公开讲 中华民 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也不是国家 讲得清清楚楚 包括2004年的10月25号讲的 他们很会挑日子 他们都挑那个 挑那个日子 让你很容易记得 10月25号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啊 什么日子 军事占领日 他很会挑时间 我认为是故意的 他每一次挑的那个日子 是故意的 你知道1972年 上海公报是什么时候签的 你知道吗 1972年2月28号 228 这美国每一次在做这些事情 都是一再再提醒你台湾人 老兄啊你该醒来了啦 台湾人还在睡 在睡觉 美国每一次宣布这一些都是 你给他看哦 他挑的日子都非常漂亮哦 等于台湾人还在睡啊 在座是都很年轻 年纪很轻啊 您是台湾的先锋啦 我跟你说 你们今天坐在这个天 你不要看不起你自己 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说 我的爸爸妈妈叫我来这里是对的 你们会比别人提早接受这种常识跟知识 因为我们有一天一定会跟美国谈判 你跟美国谈判的时候 你一坐下来你说 我们台湾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刚才说过 今天台湾还在军事政府占领下哦 军事政府占领的话 有没有主权独立 绝对没有 什么都要听什么 美国的 他军事占领啊 他军事占领啊 因为就是因为军事占领 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 都要听美国的 你们知道中华民国的总统当选以后 如果美国的核对不到的话 他不能宣誓就任总统 这你们知道吗 其实 陈水扁 马英九 李登辉 他们三个人清清楚楚 我再跟你们讲一些秘密 2004年阿扁因为两颗子弹 中华民国来的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当地乱 乱说 阿扁两颗子弹无效啦 阿扁窃国啦 林战喊的 有没有 后来美国看不过去 美国提出证明说 阿扁那个两颗子弹是真的啦 你不要在那边叫 你知道美国提出什么证据 你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我告诉你 你们会用电脑嘛 对不对 那个库哥20会不会用 什么叫库哥20知道吗 库哥上面有一个20 那个可以看到那个 全世界所有地方的 包括马路啦 林战会触定什么证 都看得到 有啊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 那个免费的人回去要用啊 电脑打开看一看 库哥20上面可以看啊 那个可以看到 那个我们所看到的 只是平常商业用 军事用的话是清清楚楚 我得到这个消息是美国CIA跟我说的 因为我过美国以后 美国有四个单位都有在跟我联络 他把照片给国民党那高官看 你们看 阿扁两颗子弹是真的 空照图啊 所以这都招名了 招名以后 他为了那个两颗子弹 陈水扁把夏欣 夏欣是什么人呢 就是AIT的处长 那个女儿 他说 你美国贺电为什么不来 夏欣给他说 贺电已经放在总统的桌子上 只要你中央选举委员会一公布 三十分钟之内这一张贺电就到了 所以那一天我不想你没有看电视 那一天打架打得一塌糊涂 阿扁这边的人要去打 国民党那边不要打 太打 打得好 保护都打了 你们就会 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啦 但是那天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硬着把它贴上 他有那个动作以后 三十分钟以后贺电就到了 因为那个贺电到了 表示美国政府承认了 因为美国还在军事政府管理台湾 所以是军事政府在控制台湾 在管理台湾 而不是马英九在控制台湾 也不是陈水扁 当然更不是李登辉 我再跟你讲一个秘密 这个在三个礼拜之前发生的 美国有一个很高的一个人员到台湾来 住在军阅 这个人层起高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你在网路上啊 你找不到他的照片 他是CIA的二把手 来了以后 他下令 7月6号 下令AIT 司徒文 去跟马英九讲 从今天开始 所有中国的 省长级以上的高官 不准到台湾 7月7号 司徒文去跟马英九讲 不早 顶出来 马英九说 中国的高官 省长以上啊 少到台湾 这是因为选举的考量 放屁 我亲自听到 我还有听到一些事情 只是不能公开讲 因为我们在录影 这个人到台湾以后 在台湾停了一个礼拜 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到台湾了 他亲口告诉我一件事情 AIT现在的高级官员 过去AIT的层级啊 在美国的国务院是很低 没人要来台湾啦 现在在争取的都是高级的 所谓的高级 类似于 我们台湾里面 本来是叫 纯理长去做AIT的处长啦 现在不是纯理长 现在叫部长做AIT的处长喔 他会到台湾来看 因为AIT快要完工啊 本来是 AIT是一个小小的官 现在变成总督府呢 总督府呢 总督府呢 总督府要由谁任命 总统直接任命呢 还要经过谁 参议院要通过呢 所以 因为 AIT的整个性质要改变 所以美国政府要求 我们台湾民政府 要加快脚步 你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 设一个台湾民政府 你会问我 用一个台湾临时政府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 用一个什么台湾国 台湾共和国 可不可以 当然也不可以 只有一个名称可以用 叫做台湾Civil Government 就是台湾平民政府 就是台湾民政府 这是按照战争法来的 二次世界大战 美国打败日本 等于美国打败了台湾 被台湾 打败台湾以后 你军事占领台湾 一定要 听清楚哦 一定要 不是说有必要 是一定要 将台湾本地的人民组织 变成台湾Civil Government 台湾平民政府 简称台湾民政府 因为 占领的时候 这块土地 美国要去成立 Military Government USA Military Government 美国军事政府 相对的就是民政府 当时中华民国有没有做 有 听清楚哦 他为了欺骗美国 他有做哦 你知道他们用两个组织 什么组织 一个叫做台湾 警备总司令部 就是这个台湾警备总司令部 事实上就是中国军事政府 另外一个叫做台湾行政 长官公署 这个就是台湾平民政府 1947年的4月份 中华民国将台湾行政长官公署 变为台湾省政府 后来李登辉 有一柱想要把台湾省政府 把它废掉有没有 记不记得 后来又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 美国反对 美国说等一下 不能把台湾省政府废掉 这个就是战争法里 台湾民政府 你不能把它废掉啊 如果一废掉啊 是违反万国公法 美国的总统 会被弹劾呢 如去国际法庭告的话 美国总统会变成战犯呢 所以台湾省政府 后来没有废掉 而把它冻结 到今天还有29个省 制议委员 每一个月再零5万块 你还这么久了 所以整个台湾很多的政治啊 搞得大家都不知道啊 我别说 但是最近美国因为我们去控告以后啊 开始有大转变 上上礼拜 就是7月 6月30号 6月30号 超过6月30号 就7月的时候啊 我们有一个 受过训的朋友打电话给我 你不是在讲说那个中华民国国军的那个军灰都拿掉吗 我们在屏东啊那个机场那个飞机都没有拿掉 我说是吗 如果有没有拿掉你把它拍照 交给我 我来处理 昨天他打电话给我 真的呢 所有的logo全部拿掉呢 把那个那个中华民国的飞机全部拿掉呢 有没有 全部拿掉了 其实在去年的6 7月1号到今年的6月30号 是美国下令中华民国全部把它拿掉 有一部中华民国的报纸给你们骗呢 给你们说 哎 这个叫做D四度 什么D四度 高低的D啦 是就是看啦 近视的是D四度 靠那个D四度 我一辈子没有听过D四度这个名称啊 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国徽要把它拿掉 叫做D四度 各位啊 其实这个是谁 三年前我开始检举啊 我代表台湾民政府开始检举 国务院里面啊 也宣布恐怖组织三个条件 第一 恐怖组织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是国家吗 是国家吗 是吗 是吗 美国有讲过了嘛 美国说什么 台湾不是国家 中华民国尚概决议也不是一个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中华民国不是国家 符合 希拉蕾所讲的恐怖组织第一的 第二个 这个组织有武器 賓拉登有武器 中华民国 美国供应他武器 所以中华民国有武器 所以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 没有话讲吧 第三个 賓拉登可以征兵在当地征兵 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在征兵 因此到2014年中华民国开始没有军队的啦 没人啊啦 他不能再征兵 我们既然是占领地 你美国怎么可以让中华民国在这里征兵呢 我当过两年兵 哎 我台湾政府以后我一定要求他赔偿 这两年喔 他如果要败他会觉得很难生 啊我们在座这样 男的大概都不用当兵了啦 绝对不用当兵了 今天台湾还在占领 你想想看 很简单的道理 管你讲你就听了 有啊 伊拉克 美国跟英国去打败 打败了伊拉克以后 美国叫伊拉克的人去当兵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怎么听说 美国叫伊拉克的人去当兵 有没有 你不知道啊 你不看清楚啊 当然也没有 中华民国是台湾人的敌人 啊我们去做兵 穿中华民国的军服 有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坦白讲我说 讲到这一点 我自己都会很丢脸 因为我以前也当过兵 我做兵也是发整部 讲总统万岁 现在讲得很 现在讲有时候很讽刺呢 因为以前没有人自身发展这个 不对啊台湾都不对 台湾的整个的价值观 被中华民国 这被国民党完全扭转 不 无以复加的地步啦 中华民国 既然 你如果不用做兵 所以 你看看 两年前我就说了 美国会不会卖 F16S给中华民国 绝对不会 我给你保证 两年了 绝对不会卖 每一次卖了以后啊 整个F16里面的所有东西的copy啊 马上跑到中国 中华民国那些人放入口 你听我说 我们当兵的时候啊 告诉我们说要反共抗恶 结果那一些管我们的将军啊 跑去中国跟解放军啊 说解放军跟国军都叫做中国军啊 快要夭壮 快要夭壮 我们变成中国军啊 所以我们 今天在台湾在生活 头脑 如果不清楚 它很痛苦啊 我给你们说一下 更刺激 你们听得好 你们坐得好不要拔刀啊 民进党 民进党的党章 当然你们现在学生啊 学生也许不过问政治啊 民进党的党章第一条 讲什么你知道吗 民进党党章说 我们的国家叫做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中国国民党 派马英九选总统 中华民国的民进党 派蔡英文选总统 一个叫做中国 一个叫中华民国 那这两个你要选什么人 你要选谁 选马英九就是选中国 选蔡英文就是选中华民国 他都有跟你说过 中华民国又叫什么 中国 所以我们台湾死路一条而已 我们只有死路一条而已 你选谁 我们都死了 都死了 都完蛋了 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学什么 波罗的海的三小国 我们要去学他呢 他怎么做 波罗的海三小国脱离苏联 了不起呢 他只有几百万人 因为 苏联去占领波罗的海三小国 然后他也特意办一个选举呢 我帮你办一个选举 我拿钱 让你办一个选举 他希望选出来的 这些波罗的海的总统 能够 跟苏联比较好一点 波罗的海所有的人拒绝选举 不到三成去登记 结果呢 他选了以后啊 全世界都不承认 后来 波罗的海自己的民政府办选举 选举 选了以后 百分之八十几当选 连苏联都承认 这就是 今天台湾人要做事 美国很痛苦 今年七月四号 叫我们台湾民政府 到华盛顿DC去设一个办公室 到今天为止 这个办公人员还在那里上班 九月八号 在华盛顿DC办一个酒会 你们看到没有 九月八号 为什么挑一个九月八号 因为美国很会挑日子 对不对 我也很会挑 我为什么要挑七月四号去办 一个台湾民政府的办公室 因为七月四号是什么日子 美国国庆 你知道菲律宾的国庆是什么时候 也是七月四号 因为美国帮忙菲律宾成立 因为菲律宾在1934年 因为我告诉这个菲律宾的历史 很有意思 你听听看 西班牙在1898年 打败 然后1899年将菲律宾割给美国 菲律宾很聪明 他成立 菲律宾民政府 打游戏仗 跟那个美国大兵 开干 因为菲律宾很多岛屿 一千多个岛 这里打了以后他就跑 这里打了又跑 美国怎么样都抓不到他 后来美国自己不得已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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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一谈 参议院叫他去共 定了一个法案 他说这样 我美国在管理菲律宾十年 我让你自己独立建国 菲律宾人家说好 所以在1934年 问题是在1942年的时候 菲律宾被日本占领 太平洋战争 但是日本人占领菲律宾 日本人有用战争法 在菲律宾实施 1944年 麦克拉瑟又把菲律宾拿回去 再过两年 刚好第12年 因为扣掉日本的两年 在1946年7月4号 美国向全世界的国家奖 帮忙菲律宾让他成立 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所以 我们台湾民政府在9月8号 那一天办了一个酒会 有180个贵宾来参加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美国的判决三件事里面提供 还有一个第四点非常重要 就是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 要协助我们台湾人自己成立 民政府 当然这个民政府 我们在7月4号已经成立了 那在11月6号成立 民政府的内阁跟我们的参议院 11月6号去年 那今年呢 我们更进一步 我们成立了台湾平民政府的 全台湾的分成六个州 你们看到 右边这个是台湾民政府的标志 的旗子 左边是美国军政府 在9月8号的时候 美国告诉我们 你们 你们要准备这个旗子 这个旗子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旗子代表美国今天还在军事政府 占领台湾之中 因为有这个旗子 所以 我们这旗子很有用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 所有的人 受购训的 我们都有送他一面旗子 就是美国 国旗 那美国国旗是 美国政府要求 我们的毕业生 都要送 另外有两面旗子 一个就是军政府占领旗 那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民政府 如果你把这三个旗子挂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啊 有很好的效应 所有的美军看到这个旗子 如果你在做生意 他要是把你交关了 真的呢 不是假的 我们有很多 我们大概有800位 已经有试验了 潘先生 他刚刚才到 他在台东 他开一个自助餐 普通是 哦 现在都刻板 本来都买70份 一天啊 你知道 那三个旗子挂上去以后 一天不几份 150份啊 买到不够 不是只有鱼而已 新屋 我们旁边有个新屋 那边有两家咖啡厅 一家是新的 一家旧的 旧的 中方很漂亮 啊这个 新的那间 那一家呢 挂了我们三 三支旗子 一出来啊 很多美军看到都过去 高官啊 很多人看到美军过去 都认为说 这里可能比较好吃哦 K1啊 所以 你可以看 我们也要求 我们所有学员 这八百位学员 回去以后 美国的国旗要挂出来 还有我们军事占领旗要出来 还有民政府的旗要出来 你们可能会 有一些人 会感觉到很奇怪 特别是 学生也许不怕 为什么不怕 因为学生 要不知 你们不懂 可是你们这些学生 比你们大的父母亲 大家都怕 那他去抓去 会不会被抓去啊 会不会啊 我跟各位说 我跟大家讲 绝对放心 如果要抓去抓我 我从2005年 2006年控告美国 控告到今天 每天活得很快乐 而且 内政部有人去把我们检举 台湾民政府是一个叛乱组织 你知道 内政部回了一个公文瞎想 我明天我会发给你们 他说 台湾民政府呢 你要听清楚 不是非法组织 就这样一句话 不是非法组织 不是非法组织等于什么 合法组织啊 就是合法组织啊 你看看 各位哦 你如果自己 你不相信 你去外面 到随便一个商店 告诉我 我是什么什么政府 美政府 咖啡厅 看可不可以 当然不可以了 这到底很简单啊 这到底很简单啊 今天啊 美国政府 亲自 包括希拉蕊 在去年的10月30号 在海南岛讲的很清楚一句话 南海这一些岛屿国家 一律用国际法来解决 中国呆声 中国呆声 中国怎么回答 中国说 哦 国际法是 你美国 资本主义的法律 我们不一定要遵守 隔三天啊 希拉蕊又在得 那个 那个澳洲 又给他回应 回应一句话 你中国 如果有这种实力 你才来讲这种话 其实 中国有这个实力吗 大家都很害怕中国 我觉得很好笑 我随便讲几个例子给你知道 现在中国有一个最厉害的 大家都常常在讲啊 航空母舰啊 大家说哦 中国有航空母舰呢 各位啊 你知道那只航空母舰是怎么回事吗 1983年 这一艘航空母舰是由乌拉克 这乌克兰所制造 跟苏联共同合作 花了5亿美金 完成一点点而已 结果呢 因为苏联倒台 这一艘航空母舰啊 在经过 十年的时候啊 就拍卖 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拔光了 我有得到很可靠的消息 有一部分的东西 包括动力的部分啊 用炸掉的 动力的部分用炸掉的哦 所以那一艘航空母舰上面等于 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然后这一艘航空母舰 再经过十年拍卖 拍卖的金额定为多少 两千万美金啊 两千万美金是一个 英国的 不是英国 香港的一个 生意人啊 去买 把航空母舰 两千万买了以后啊 要拖回来中国的大连 结果呢 拖不动 为什么拖不动 那个船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怎么办 中国用拖船去拖 土耳其拖 土耳其拖起来 土耳其说 No 不能走 你停在我这里啊 花了那么多的钱 一天要980 9800块美金的 那个停在那里的费用 我认为是有点像土耳 中国也没有办法 结果把他拖回来啊 苏伊士运河还阻止 他经过苏伊士运河 所以中国把那一艘船拖回来啊 从1998年拖到2002年 才拖到大连 结果拖到大连以后啊 中国想要把那一艘船 把它完成结果怎么样 没有办法 为什么没有办法 因为 中国我们那个制钢的能力啊 钢板啊 钢板的东西啊 不是你中国的能力能够做的 所以钢板啊 根本就做不了 前天还有一个消息 苏联拒绝提供中国 所有的航空母舰的配备 这件事情 我在一年前 我在这个开会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这里 上课的时候我就讲过了 中国在两年啊 都没有办法把那一艘航空母舰啊 制造完成 它只有能够当什么 练习 因为那一艘航空母舰啊 甚至于连飞机的滑行 那个滑行的东西啊都没有 你知道那个飞机的滑行要靠什么 你知道吗 你说飞机停在那里 我要开就把它开出把它抛起 看起来很简单的有吗 要用什么你知道吗 以前美国是用什么 用那个蒸汽把它把飞机弹出去呢 中国今天的航空母舰的能力啊 跟日本比起来哦 实在差得很远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啊 你知道它有几艘的航空母舰 你知道吗 29艘 29艘呢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 今天中国连一艘他都做不出来啊 他现在有在头上 要做两艘 但是我在节目里面 我都讲得很清楚 我讲一声 我说你如果没有做三艘 根本不成为舰队 你知道航空母舰最少要三艘吗 你知道原因吗 一艘航空母舰 如果出航远航以后啊 一年可以不用回去 但是 一回去 航空母舰要补给的时间啊 要多久 要半年 所以三艘大战 两艘出在外面一艘回来 一艘回来 又一艘回来 要三艘航空母舰 全世界 有几个国家有航空母舰 你知道吗 有十一个国家 十一个国家 每一个国家最多最多只有两艘啦 只有美国 他现在在服役的是有十一艘 可是还有一艘是旧的 在改装 另外还在做四艘啦 美国做一艘航空母舰要多少钱 最多的那艘五十九亿啦 现在还多了 现在要七十五亿啦 中共两千万美金就想做航空母舰 这起来 我不晓得怎么样去形容那个中国 他可以做什么 骂我们台湾人啦 让我们台湾人看到有航空母舰 其实那个都假的啦 他那个隐形飞机J-20 有啊 舰25啊 跟美国 copy美国的F-22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看到报纸 但是我跟你说 他有两艘啊 外面都不知道说只有一一艘 他有两艘啦 裡面啊 空的啦 你问我怎么知道 我为什么知道 因为 自从我们过美国以后 美国四个单位都有在跟我们联络 美国国家安全会议 美国的CIA 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跟美国国防部 后天啊 副极 跟美国国防部 在联络那个第一啊 要在这个地方 跟我们台湾上课 要上什么课 要上 美国五角大厦 对台湾的布防 就是说 我们都不知道 美国现在很主持 在台湾放多年多的武器 他都不知道 都就是说 称飞行 我给你保证一个事情 台湾绝对 也没有危险啊 一点点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 台湾 全世界有七个雷达战 最先进的雷达战 台湾有三个 新町有一个乐山 这些雷达战 厉害到什么样的程度 只要中国的海军 空军 陆军一动 台湾马上清楚 这一次CIA的第二把手 就是来台湾 视察这一些 马英九要求跟他见面 拒绝 蔡英文要跟他见面 拒绝 他亲口告诉我这件事 他怎么讲 中国国民党 民进党 我美国一点都不 没有看中他们 我们今天所重视的是 台湾民政府 你们这个团队 团队 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训练 为什么从这么年轻的 高中生或是大学生 我们要开始训练 因为台湾人过去的思想 全部 全盘的错误 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也有人问 这种受训可不可以改成一天 好辛苦喔 对不起 美国的规定就是这样 我们在受训 我们第二期CIA也有派人来参加 我们也不敢马马虎虎 我们说这堂课50分钟 我们一定要上50分钟 我们才敢下课 所有的课程也要经过美国批准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进步到说 可以发行身份证 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 你们不相信 你们有身份证 你拿出来看一看 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身份证 那我已经讲过啊 中华民国等于中国啊 这个好像是我呢 像不像 像 这个身份证就是样 我们的样本啊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 里面有IC 在美国制作的 我给各位说哦 美国他们授权 我所讲的是说 如果有这个身份证 要去美国不用interview AIT不用interview 甚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 告诉我说 我授权给你 你讲哪一天 只要凭这个身份证就可以进出美国 我不敢讲 这我不敢说 我说你要给我一个文件我才敢讲 但是 因为有很多单位跟我讲 不用interview 可以得到美国的签证 这个我敢讲 因为我们那个9月8号那个9会的时候啊 我们不是有那个请贴吗 我们有印的那个请贴 所有拿那个请贴的人 去AIT办签证啊 一句话都没有问 就让你通过 就让你通过 这不是假的耶 一句话都没有问 就让你去 这表示什么 美国已经同意 要把台湾的地位 讲清楚 美国已经大量的军人 进来台湾 我跟你说这样 我跟你说一个事情 让你们知道 这个礼拜天啊 不是礼拜天 礼拜二 我还有一个朋友啊 因为美国他们有传那个 传真那个 用email告诉我 有那个照片 就以同美国军人在这里住的房子啊 现在全部都装修好了 重新装修哦 拍的照片啊 给我 那我是说 我要去看一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结果我那个朋友啊 就开车车子 载我 我们去那个文化大学 文化大学哦 还没有到文化大学 快到的时候 右边是ICRT 一片的美军的那个宿舍 左边也是一片的美军宿舍 结果右边的所有的美军宿舍已经 住满了呢 美国已经住进来了 左边啊 全部都在油漆 各位哦 你买一档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看 左边全部在油漆 如果不是美军要进来 他不用油漆啊 CIA的那个副作高还告诉我一件事哦 他说什么 他说哦 过去AIT的层级是很低 好像纯理厂 来做厨厂 现在不是啊 现在改成部长级呢 挤破头哦 他告诉我啊 是挤破头哦 在争取要到AIT来做头哦 你有人看美国今天他不讲话 我跟他说 台湾民政府也许有一天晚上 我给你保证你睡觉起来一看 台湾民政府接掌政权 这一件事情我估计 一年之内一定会发生的 现在大家都很喜欢参加 好喜欢哦 选举哦 很好 很好哦 我们已经有参议会 美国政府就讲 我们把那个众议会留下来 让你们台湾人去选 你们台湾人特别喜欢选举啊 但是以后的选举跟现在今天的选举 是不会一样的 所以参议院里面 参议员我估计啊 最少可以9年不用改选 因为是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的台湾民政府 所以我们台湾民政府要向谁拿政权 请你听清楚哦 再讲一遍哦 台湾民政府的对口是 美国军事政府 我们要向美国军事政府 要回台湾的主权 台湾的政权跟管辖权 我们的对口不是中华民国 所以我们不必跟中华民国对抗 这个很重要哦 过去民进党对抗的人是谁 中华民国 每一次示威 中华民国怎么办呢 那个不关我们的事情 我们主要是要向上 向美国 所以 我们民政府 去请愿的时候 是到AIT去请愿 我们从来不用去中华民国请愿 所以民进党过去说 台湾人不够团结 台湾人不够合作 所以才得不到政权 那个胡说八道 台湾人哪里不够团结 228不是两百多万人吗 每一次有游行的时候 都是五十万一百万吗 有没有用 没有用 可是每一次我们到AIT去抗议一件事情 有没有用 有用 美国马上就去做 我们去向美国抗议的时候 师徒文你看 这个是他的发言人啊 叫做斐士联啊 这是外交官啊 很凶悍的这个人啊 你不相信 你去看那个民进党那些人 台湾的 要把他帝抗议书看 他拿来给你接 他会不会出面来接这个东西 不会耶 你看他呢 他是手先伸出来 这我们的议长啊 那是我们的总理啊 拍手的总理 蔡总理啊 在那里找那个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台中州的州长啊 你看 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我们参议员的 参议会的议长 你看多神气 那个手是慢慢伸出来 结果他就马上伸出来 他就面带笑容 你看到没有 这不是假的吧 这不是假的呢 我们民政府用的武器是什么 法律啊 法律啊 如果中华民国你用法律有效啊 绝对没效 我给你保证绝对没有用 明天还有那个西拉雅族 他们要来这里 大家一起上课嘛 我就跟他们讲过嘛 他们去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 全世界上 我们跟他们说 没有中华民国 啊 所以你去联合国控告中华民国 他还没得到结论 我是先跟你说 我把你保证一定是 就是连看都没有看就把你退回去 裹着没错啦 裹着没错啦 你能够跟我说 中华民国是谁 有中华民国吗 只有台湾人 土亚民的 你说我是中华民国人 他不说喔 因为我们 我们这一届 是我们的原住民 跟我们大专生一起受训 我特别要提醒 我们台湾本来的主人呢 要先认识自己 我刚才有说过 原住民在日本时代 日本时代 一百二十万人 到今天只有剩下四十六万 为什么 原住民够勇敢 原住民有够勾矣 我那够勾矣的意思就是说 非常淳朴啦 不會彎彎曲曲啦 很容易就受骗 很容易相信别人 我们今天要跟原住民讲的说 你不一定要相信 台湾民政府 现在 你要看 民政府是怎么做 民政府是不是跟原住民 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是共同要向美国 调毁 台湾这一块土地的主权 跟管理权 跟管辖权 刚才那一张那个 那个图啊 那个王先生 刚才那个 马关条位那个时候 清朝的那个台湾的地图 再一次给大家看一看 你们看到没有 今天台湾民政府 管辖的地方在哪里 就是左边啊 这一块 这一边空白的是谁 原住民啊 空白这些土地是原住民的土地啊 原住民不懂得争取 为了一点点的小的利益 高金素美去中国拿了一亿回来 大家就认为高金素美很伟大 这一点点的小利益 然后原住民就 把自己所有应该有的 应该有的权利 应该有的所有的东西 都把它抛弃 很可惜不是吗 台湾人也是一样 我不讲说我是台湾人 我要讲说我是本土台湾人 本土的台湾人 在18 1945年8月15号 那一天 日本投降的那一个十点 上面的台湾人跟他的后代 我是他的后代 这些人就是真真正正的本土台湾人 我们要跟原住民大家共同联合 联合要找谁 不是找中华民国 联合要去找美国 因为美国打败我们 美国在台湾破坏 轰炸台湾 你要赔啊 美国说他愿意赔我们 你怎样要赔我们多少钱 在那个1946年的时候 美国政府有要澄清 你打一个报告 那我美国批给你 台湾重建基金 当时批了两亿六千零四块钱 我这不晓得他为什么那个四块钱 到今天的时候啊 这个重建基金是四百多亿 就是这笔钱 美国的政府 美国同意 台湾民政府 用这一笔钱 跟台湾的原住原住民 共同 来恢复 我们自己本身应有的权利 那些中国人 我们不是说把他赶出去啦 不是啊但是因为去年的6月29号 ECFA已经签了 你们也许不知道ECFA签的意义在哪里 ECFA签的意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中华民国两个国家和解了 那也没有中国内战 所以这个时候中华民国所有在台湾流亡的这些人 可以回去中国而不会被中国人杀害 过去我们要他回去他会讲 我一回去我会被杀害啊 我不愿回去啊 但是今天他不会被杀了 6月29号签了ECFA 6月30号请你记清楚 美国第七舰队 离开台湾三十几年以后 头一次靠了 左营的码头 TVVS有报道 结果报道一次就被拉掉了 他那来了以后马上进驻清泉岗 今天的清泉岗全部都是美军啊 加山全部都是美军啊 美国现在进来的 美国CIA跟我讲的非常清楚 不只是军人 其他各方面都已经进来 我后天我有课 后天的课我会把它讲的非常清楚 我会跟所有的我们的原住民 我们不叫原住民 台湾民政府 对原住民的称呼叫做原住民 你们是原来的主人 但是我要讲清楚 台湾民政府的政策 就是原来属于你们的土地 通通要还给你们 你们应该可以自治啊 台湾也是自治耶 台湾民政府 是因为今天台湾这块土地 仍然是谁的 是日本的呢 你们要吓一跳 我告诉你法律在哪里 马关条约里面 大清的皇帝 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的皇帝 那台湾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是不是日本天皇的 对不对 这没有错吧 日本天皇嘛对不对 那日本这个国家 他是二元的国家 天皇的底下是谁 首相对不对 所以首相才握有 属于日本天皇底下那些土地的 管辖权啊 所以马 马关条约把台湾的所有权交给日本天皇 拿了以后 日本天皇把管理权交给首相 因此 就今天和平条约的第二条 日本政府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 听清楚哦日本政府哦 有没有说日本天皇放弃 没有呢 这就是两年到三年美国要打出来的王牌啦 提早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我告诉大家 这就是美国政府最后会打的王牌 这是什么 我们在9月8号的时候 美国政府送过我们两张照片 在左边你看一看 这两张是美国政府送的 左边是什么 是日本天皇的皇宫 右边是什么 欧巴马宣誓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台湾第一位就是日俗美战 仍然属于日本的领土 但是由美国占领中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旧亲战和平条约 日本天皇被麦克拉社把他的权利全剥夺 所以今天台湾就算要建国 日本天皇也不能说yes or no 他只有能够用点头的形式 所以台湾跟日本将来会变成commonware 我是向命的 台湾将来会跟日本变成commonware 而且在什么时候 两年到三年这个10点 美国才会宣布 但是美国要求我们 你们赶快训练 我们要把台湾的管辖权交给你们民政府 你们准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我不敢讲 我们今天只有训练800位而已 你知道现在这个街掌整个政权要4000位 包括这些什么国营企业通通在内 所有的政务官 但是事务官我们把它留下来 所以 现在一些公务人员害怕不用害怕 你一样 一样可以在你原来的职位上面 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我们慢慢慢慢要把它换 换什么 头脑啦 头脑要把它换 例如 今天到今天还在讲说 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那种我们要把它淘汰 有一个例子就是谢唐廷 2008年的时候 谢唐廷正在竞选 美国国家安全局派人来跟我讲 我告诉他说 谢唐廷是台湾人啊 你要不要支持他 他告诉我 我们不支持谢唐廷 我们对谢唐廷不信任 为什么 我跟谢唐廷是很好的朋友 我去找谢唐廷我告诉他 谢唐廷也怕到啊 为什么这样呢 他说我说我问他 我说你有没有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被人家叫到 把你的随从通通排开 叫你一个人到 到一个办公室 里面有八九个人跟你谈话有没有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美国告诉我的 而且他们跟你谈话的时候跟你讲 还没有开口问你你就自己讲 我们台湾人是一个主权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要建国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后来那些人根本就不想跟他谈 那个人还有美国的国防部的部长 谢唐廷不认识 蔡英文9月23号又要去美国 一样 会被叫去interview 但是我估计啊 我不晓得对不对的 我大胆的估计说明年1月14号的选举啊 可能会暂停 我这样估计你看对不对 先不要拍手 我只是估计有一个项面 12月24号 我们要办一个十万人的大会 然后请美国出来 当然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当天都要到场 美国要邀请欧美各个国家代表过来 我们要求我们台湾人不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我们要选台湾总统 台湾人到今天头脑还没有搞清楚 但是呢 我相信已经逐渐清楚 今天我们有800个人在这个地方受训 每一个人受完训以后到第三天我来问他 每一个都会说 我学好多 我懂好多 到今天你如果没有办法把中华民国跟台湾分开 那你就完蛋了 中华民国跟台湾怎么分 例如我讲给你听 博卓下报纸写 台湾又跟某某国家断交 这样写对不对 台湾又跟某某国家断交对不对 当然不对 我们从来台湾没有跟人家建立做邦交嘛 应该是什么 中华民国与某某国家断交啦 搞不清楚 报纸又写 台湾退出联合国已经几年了 这样不对 当然不对啊 台湾从来没有加入联合国啊 是中华民国被逐出联合国几年了 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 为什么说台湾加入联合国 你知道 台湾是以什么名义加入WTO吗 用独立关税领域 啊什么叫做独立关税领域 这个你们不懂是应该的 李登辉也不懂 李登辉请我去 唉呃林生 诶那家一 WTO第二 那种独立 Oakland King 我告诉他 这个在美国的判例里面有啦 暀领去 borrowed 暂时 的法律名称 叫做独立 upon mission 领域 在在美国跟 墨西哥的战争以后 有一个港口美国占领 因为要交税金的关系 所以独立关税领域 或者是分离关税领域 都是战争的结果 所以有很多 你们从这个地方 也可以看得到很多 今天中华民国对于台湾民政府 至少到今天为止 客客气气 当然我现在要讲 我没有鼓励啊 你们听听我不鼓励 台中跟高雄有五六百张的车牌 已经改成USMG USMG是什么 US就是美国 M military 军事 government USMG 美国军事政府 很大大的 车牌就跟他摁下来 结果警察怎么样 在板桥把移送板桥地检署法院 判决是吧 无罪 所以我有感觉 我有一个感觉 只要你碰到美国的 几乎都不敢动 我们上面升了美国国旗有没有 管区来偷偷地拍了好几次照 他不敢踏进来 那个旗子是美国正要我们插的 军事占领期在我们的上面 你们晚上可能看不到 明天早上起来 你会看得到 所以台湾的局势一直在变 可是很多人到今天为止 还搞不清楚 他搞不清楚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不会这样 这很简单 美国已经同意 美国已经同意 要让台湾的地位恢复正常 因为我们控告他 我们后面还告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是告什么 美国军事政府的占领期 最左边的那一个旗子 我说你美国 AIT为什么没有这个旗子 没有升上来 就今天和平条约23条规定的 你要升这个旗啊 你忘掉了 我们帮他升起来 所以 已经事情已经非常明朗 我们只要按部就班 我们只要按部就班 我告诉各位 台湾民政府绝对接掌 台湾的主权跟政权 因为 讲迪娃 我的课从八点到十点 上课的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他们吃过饭没有 都吃过饭 下面有点心 应该有点心 下面有点心 明天的课非常紧 明天的课每一堂课都非常 非常重要 大家认真听 可以做笔记的做笔记 今天呢我的课呢就要上到这里 后天呢 后天呢 第一 根据美国国防部啊 的那个要求 会跟大家上台湾的那个防务的问题 然后后天要节训前的一个半小时 我会跟大家报告 所有最新的国际情势 跟国际的状况 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